就是国内现在这个便利性啊 很多人是属于就是在身边 你们已经是天天就看着 就也就在耳濡目染 就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不以为然 我回来以后吧 很多东西说实话 就是暂时没法理解 实际上这个也不意外 你看啊 现在国内现在发快递 上门挡 是不是 今天我跟那个一会聊天的时候 他说发快递 就扔门口就行了 扔门口回头 就有人把这个快递就拿走了 就给你拿走了 那这个当中就出现很多环节啊 你看我 我作为 我反正我 我可能不太正常 跟你们想不见 就是这东西如果被别人拿走了呢 就你把快递放门口 玩那个快递 有的时候买东西挺贵的 往你门口一扔八 要被别人拿了呢 就这个事在国内 它是不存在的吗 实际上我归根结底 有马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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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来了 是在治安上面的 这个就是咱们国内跟美国最大的区别是在治安上面 而治安不单纯是只是你在马路上走 就是有没有人过来打你 有没有有没有黑哥过来抢你一顿 这个治安体现在很多层面 你比如说你说国外好 首先你们这么这么笨响吧 就是国外现在现在情况就是有没有司机 有没有这个就是叫出车的服务 有会会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这个点外卖 会不会有人给你外卖吃了给你灶了 在美国我开饭店的时候都亲身经历过 就是美国的这个外卖 外卖行业之所以现在很多这些人就是 你们看着这些手里润人也好啊 或者是咋的那个老迷也罢 去跑这个外卖去 他薪资 你怎么还整着音乐中心去了呢 你那你就直接扔那哪儿吧 你就直接扔那个扔下面那不快递架子吗 我刚才走个地方了 他这个是个同城没有单子的 没有单子 不是那你就直接扔那架子上 我也不在那儿啊 我在我在宾馆在家呢 他意见上说让给你拿过来 说给你放架子上写上你的名字 对对对 你就写上扔那儿就行了 那不有架子吗 这是不是他这个是从哪里进去的 从这个玻璃门上进去吗 玻璃门后面有停车场 后面在那停车场一楼是停车场那个地方 那停车场那会儿有个架子 完了里面每个单元那个都摆货的地方 你就摆那儿就行 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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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个写上个我名 或你写大头鹰 现在是靠网名混社会 对对对对 你就你就写上那个大头鹰 然后你就对你就扔那个架子上就行了 好的好的 好的感谢啊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你看见了吧 正好正好咱在说这个事 正好就碰上这个事 就在在美国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这不是美国没有送快递的 美国有的啊 嗯 一般这种情况 就是像刚才这种情况 快递员 我给你们学一下 拉了个大脸啊 拉了个大脸 整个单子 鞋上我来了 没有人 自己回去拿去 砰门上一嘴 吐我吐我 砰个单子完门上一嘴 自己上什么邮局拿去 拿个邮局自己找 自己找去 单号我找哪儿去了 自己找 就是隔美国 现在就是隔美国 就是这个快递行业 就像啥 就好像就应该应份的 就是 我是你爹 你不知道吗 我是你爹 你求我给你送快递 你不知道吗 外卖也一样 外卖 就明摆了 我到我到这路口了 你家哪个单元 还得往里走 开车开不进去 站着 找不着了啊 找不着了 过来拿一下子吧 我们来 不挡啊 不挡 我给你放地上 帮 扔地上 照个相 刮一跤 交到那个平台去了 我在国 我在国 我在美国订外卖啊 真身 亲身经历 几件事 几回 送外卖 首先时间就不用说了 跟国内没法比 一个小时起送 一个小时呢 都算快的了 一个小时呢 给你送到烧高香了 烧了大香了 你说是功德挺高的了 两小时正常 我有一回点外卖 给我送两小时 两小时送到了以后 我人没见着 他给我显示啥 给我显示 那个外卖已送到 我就出门吧 我这 你讲啥 我家狗也没叫 啥也没叫 人也没来 哪儿去了 给我发了个照片 我这一小时都是东西 在一个红砖墙的 墙朵子上面 摆了 后面是夜空 照了张相 我这外卖哪儿去了 到了 我这找 我家附近 哪有这红砖墙 我上路口去找 因为那时候 里面不两个单元吗 外面一个 里面一个 我上外面来看 外面也不是红砖墙 没有 我打他们客服 我说 我等了两小时 等了两小时 外卖送到了以后 给我拍张照片 你自己看一下 他给我发的照片 我家根本附近 都没有这红砖墙 OK 那我去跟 华人的 在美国叫啥 这chow bus chow bus 打过客服 那我跟司机聊一下 司机说给你送到了 他还得啥 他不是上来 他就给你向国内 没送到吗 好那边先行背负 什么的 没有对吧 司机说给你送到了 不说那咋的 我要说没到的话 我怎么能证明他没到呢 你看我激怒了 OK先生 那不好意思 这样的话 我给你当那个取消 钱给你退回去 我说我等两小时 我该到饭点的时候 我九点来钟 我等到十一点多 等他我打客服 都快十二点了 我饭没吃上 我等两小时 到现在折腾快三小时了 你把那个当那个退掉 我咋的 你还拉了个大点 我没有先生 我没有这 他没有没有太多 我站上的话 那个我跟我经理申请 然后给你退五块钱 带进去 就这么说的 这就是美国的 这就是美国的 美国的那个送外卖的 就这么拽 这为啥 为什么会美国的外卖这样 那他不卷吗 你说那个送外卖的 个个也抢 也抢着干 这个活也抢着干 单也抢着干 他为什么 为什么他态度这么差 服务这么拙劣 然后收费这么高 他还能活呢 收费高高到啥程度啊 在美国大概你花 你到店里头花五十块钱 吃的饭 你在外卖上得讲 得大概多少钱 得九十 你看看他好不好理解 首先他要加百分之三十的 就是你平台要抽的钱 我原本卖十块 那你要外卖要是 要是点我的话 就卖十三 我甚至卖十四 感谢我乍一颗的 即相思啊 就算你原本 我在饭店吃十块东西 你上外卖平台十三四 这个很好理解 为啥 完了外卖平台呢 在国外的外卖平台 外卖平台还得收 外卖平台的服务费 大概又得收你个百分之十 或者十几 感谢乍一颗 一堆大天花 刚才又点上 又点上展馆了 他又得收百分之十几的服务费 服务费完了以后 还有啥呢 就是平台服务费完了 还有司机服务费 不是小费 司机费用 还得给个三块五块 完了还得给小费 小费上来默认 就是属于啥呢 美国给小费的东西 就是纯道德网价 咱们已知条件 前面已经知道了 送外卖就那个水平 他给你干啥呢 他给你 他上来给你默认 选择 百分之十五 十八 二十 不是小费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这个 它属于就是你提供服务 我为你提供的服务 就是 我觉得你值这个钱 我的奖励 这东西不是明文规定 不是法律规定 必须得给小费 我跟你店里面坐着吃饭 你整趟服务 让我觉得非常满意 咱说给多些小费 无可厚非 哎 你像我这不是夸老外啊 老外 真有那种啥的话 就是 真是过来给你 装的也好 啥的也好 过来 他真是手一插 你现在 你就现在来给你们 沉浸式体验一下子 什么叫老外服务 好一点的这个饭店 圆木色的桌子 圆木色的椅子 圆木色的天花板 圆木色电风扇 圆木色的吧台 圆木色的装修 古色古香的老外西部餐厅 里面吃啥呢 吃的这个就是美国西部烤牛排 炸薯条 炸鸡刺 配的切段的那个 那个芹菜 蘸那个农场酱 乱脂酱 啥都原 感谢宁波上子大好吃啊 就是 啥都是圆木 圆木色的 这一屋里面 你往里一进 服务员统一 黑衬衫黑裤子 里面人声鼎沸 各种全是楼外 完了带位的给你往这一坐啊 啊 我请坐 那个菜单马上和服务员马上就来 你刚坐这块 老外过来了啊 此时过来一个 甜甜的 嘎嘎甜甜的 穿个衬衫 记得扣都扣都给它呈开了 来个女的 啊 往你旁边一站 哎 把菜单往那一摆 到 我跟你讲啊 正常搁那 正常搁 搁那个 就是其他的餐厅 就是比如中国人餐厅 造成那以后菜单往一扔啊 接点个喝的吗 啊 接个喝的 不得喝的 那个一会一会再回来啊 给你上个冰水 就是中国人餐厅 老外餐厅往那一站 菜单往那一放 俩手一起啊 Hello my name is Jennifer Welcome 这大啥意思啊 我的名字叫Jennifer 你们两个是第一次来吗 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店里面特别 咋地的 嘎嘎热情 你明白吧 啊 我而且他会掺杂很多个人的东西 在里面什么 我个人最喜欢那个 美式田园风的烧牛排 配上烧土豆 啊 你都没法想象 嘎嘎美味 就是翻译成中文 这是劳外服务 我说实话 你碰到这种服务 咱说给个三十小费 就这种 我要碰到这种 至少三十小费打底 不是三十刀 是百分之三十 今天我吃一百块钱 我至少给他扔三十刀 对吧 你这正经 咱说是个服务样 浮夸多少 沾点浮夸 你是没去过正经 美式西部的那种 那个牛排店 或者杂地的 那就是这么 就是这样的 哎 你要 你说这个 我给点服务费 人家跑前跑后 一春 你要喝点什么 第一次来吗 要不要喝酒 但是我看起 你看起来样子 像未成年 你明白吗 老外跟你整点 这个小玩笑 整点小效果 他一边夸你 长得年轻 还问你要不要喝点酒 整得你嘎嘎的露怯 我说实话 你这种服务 咱说给点小费合理 你外卖员 拿了个B脸 我说不 我听 拿了个大B脸 到门口 严抽你家B单元的 后面都不得去 你上来让我 给我打底15% 我还得给他15% 小费 咋得他给我跑腿了 他给我介绍菜单了 他给我完美的服务了 他给我热情的体验了 啊 15% 咋得 咱也不知道谁给他这个 谁给他这个画面 那既然外卖平台 把15%的这个小费 作为一个最低选项 他那个选项上面有啥 当你选小费的时候 有根毛 抓到了 15% 18% 20% 他把这仨选项放底下了 还有没有其他 有 其他自定义输入 他这种道德绑架 到什么样的那种感觉 你就是属于 你是付多少小费 你是付15% 还是付18% 还是付20% 还是你是畜生 你选择其他 自己输入 在你输入其他的时候 你说 你看 平台要了平台费 四季要了四季费 我还得给你点小费 还建立在 你不用给我服务 你把东西给我送家了 就行 情况下 我还得给你多少小费 我但凡点100块钱东西 我要给你输入5块小费 我跟狗懒的似的 我说不好听 就好像我是 我是 我不是人了 我给你点 给你低一点 我不给你15% 所以为啥 东西 大概50块钱的东西 你在店里吃50块钱东西 在美国90块钱到你家 100块钱到你家 明白吧 他100块钱到你家 完了呢 他服务态度 为什么还好不起来呢 送外卖的 为什么服务态度好不起来 能不能像国内一样 就是认真负责 他杂地的光光给你往过送 要求他们行不行 你说现在 你说你说现在这个 这个 送外卖的 那个美国也不缺了 这么卷 人不缺 要求他们服务好一点 就是说淘汰制 是不是行 每周你这个服务分数 上不去杂地 不对 这边 美国送外卖的 这个这单送 你看前面我刚才说的 送两小时 东西 你说东西哪去了 最后就给吃了 那小子给吃了 指定是他搭回家给吃了 平台拿他有啥招呢 平台直接把这钱掏了 他就是算啥呢 算有一单 没送到 未完成 你给那边 就未完成的几率 保持多少 保持多少以下 合理 你就跟咱国内这送外卖的 你看这一套 这一套服务体系 一套这个管理秩序 你送丢了行吗 你说我这边点1000块钱东西 完了这边你说丢了 老外就丢了就丢了 咋的了 我要来开烧烤店的时候 门口点那个烧烤 给这个老黑 给那点点我的烧烤 可能是咱那个烧烤 烤完了以后 刚出炉的味不好闻吗 我眼瞅闻老黑 在我门口停车场里头 给那个外卖盒打开 喵喵喵全给灶了 我这边 我这边小孩等到送外卖的 跟我说 说 管我叫熟 你说 我这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你送外卖送哪儿去了 我这早就拿走了 我给你看一眼吧 我想我还有点心 看看他们呢 我看门口那个车还没还没走呢 我都没有过客 就这么一辆车 我从那老黑 我拿那个我那个那个门口的监控 那不是天黑了完了 那个能看着那个红外线的吗 那老黑跟他对象 俩人给他送外卖 他俩人给他车里面 咕咕的给他造那个羊肉串子呢 慌慌给他血羊肉串子呢 第一个拿钱都插嘴的 好像给自己炸死 拿钱插嘴的 俩人哭哭给他吃羊肉串子呢 就是美国 美国送外卖的 你说他能 他为啥要求 他为啥起不来 就是没有办法 就像国内一样呢 就这个东西送完外卖丢了以后 怎么就查不着他了呢 谁干的呢 谁给我家门口外卖滴了走了 怎么他就 他就敢滴了呢 那美国丢外卖的 不是啥新鲜事吧 丢外卖丢 丢那个快递的 往门口一送 隔天给你偷了 他怎么就敢偷呢 我告诉你 美国不是暂时 不是暂时这东西 达不到国内的东西 他这辈子达不到 因为有几个问题啊 一 他摄像头这个东西 没办法像国内这么完善 他就这一样东西 摄像头完善不到这个份上 就是小偷小摸 甚至零元购都不算罪 在国外 你说就这种环境下 你说外卖对他们的震慑力 你说把别人外卖偷走了 对他们的震慑力能有多大 车玻璃一样也砸了 东西一样也偷了 没有一个能给你破的 就都不管 通通都不管 我跟美国待到现在 没听过任何一个人说车玻璃让人砸了 东西让人偷了 能给你东西找回来 不存在 从来没有过 好了那么问题来了 人砸车玻璃东西给你偷走了 就像咱们华人小留学生小孩 感谢我盘龙哥飞机啊 咱们华人留学生小孩 跟美国上学车后备箱里面 LV鞋哭起的包 电脑手提电脑 什么辣码销里面放一大堆 没有一个给你找回来 砸辆车同样是一样的代价 他砸完以后 你说连摄像头都没有 他拿啥去降低这个犯罪率 在美国这个犯罪率高 他就决定了一切 决定了他今天就不可能有 咱们习以为常生活环境这个服务 治安不单纯是体现在你出门上 有没有街道什么的有没有危险 他体现在很多很多层面 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事上面 这也是个治安 丢不丢外卖丢不丢快递 他也是个治安 他这辈子就算有人他达不到 为啥 他不能要哪去安摄像头 那不安摄像头 不安摄像头 你要觉得是好事 没人拦着你 所以你就享受这个治安 犯事了以后抓不着 抓不着 那个警力有限 能办的事也得有个优先级别 老外还拖 自由吗 我上班也不能加班 你不能要求 你不能要求 眼见那个大杠帽加班吧 你可咱家我说不好听的 大杠帽加班 拼到最后咱讲话 就拼的是心梗的脑梗的 那不大有人在 不休息 不休不眠 你也指老外吗 对不对 你指老外去干这 治安他都上不去的话 犯罪率降不下来的话 美国他就不可能有这种 基础的民生服务 你更别提说什么 我打个电话 上面把快递拿走了 给你送走了 我放门口 我都不知道是快递拿走了 还是 还是你个人拿走了 送外卖的 你什么代价的 你就咱个国内 说这个 咱们 咱们是那个啥 咱们是 是那个出来吃个饭来 今天来个小姑娘 吃个饭 吃完饭了 喝了点酒 帮她叫个代价 送走了 行不行 没啥毛病吗 对不对 你知道跟美国帖子 没有代价 美国没有代价 就有的话 咱们不是说歧视 可能你也没听说过 有的话 你现在你姐妹 现实挺板凳的 长亮今天 今天晚上出来 大长腿穿高跟鞋 对不对 穿个小裙 来个尼哥 绑大窑园 两米来高 去楼黑 去楼黑的 一点不反光那种的 乌黑的 不是雀黑 乌黑 咱就说 咱就说他来干他呀 你让他开 你要不让他开 你敢不敢让他开 还是喝了 你就硬开 还是出了 你干脆别喝 对不对 你喝去喝去 监控 照不着 他们是属于隐形涂料 铁头 他整足天赋点的 被动技能 他被动技能 隐形涂料 你在美国 你就有上头 你都拍不着 长一样的 你啥技术 叫什么 漆黑的叶 给了你漆黑的脸 以及你漆黑的头发 铁头 他漆黑 现实他不露牙 你是真看不着的 他不露牙 你是真拍不着 红外线你都拍不着 缺黑的天 缺黑的影 他穿个却黑的衣服 你上哪找他 对不对 行 你能找他 确实看着这人 好 过去了一个影子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这叫啥 这叫过去了一个影子 你要通过摄像头 拍到这个影子 去办吗 你看 是不是 问题来了 有摄像头都不行 你现在 咱说这情况 美国 美国那个什么 就是议政说 我上回说 我说 我跟那个贼能杠的小子 我说跟美国 你交通法规啥 你随便开 你只要看别人 大胆 你随便开 为啥 他的这个 违章 99.7% 不99.8% 全都是 依靠这个 就是 违章法权 都是依靠人抓 真正那个场面 只有什么停车场 没交钱的 什么玩意 被拍下来了 超速 测速 雷达 基本上等于没有 因为啥呢 你这 但凡有摄像头 他能回头 告诉你 你侵犯我 隐私权了 你拍着我了 没问题 我交这个发展 但你侵犯我隐私权 谁让你拍我的 我窍了 好 你扯这个 好好好 你不想拍 那好 大干妈抓着 就是抓着 抓不着 你随便开 那你这种 这种社会底层的 这种逻辑下 这种 这种治安下 你指望 就是美国 他能不能说 能不能说 像咱们一样 晚上你几点出门 你不担心 或者怎么 这辈子 他也不可能 那你说假如说 行了 咱也别光光老埋 在美国 说帮美国想想招 那美国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无庸置疑 这种安全环境 这种就是 你快递往这一扔 你不用担心 谁给你拿走 你放门口 你不用怕谁拿 就是我以前 我今天出去 量那个西服 做西服 我那个包啊 我这个LV 我就放门口 那个椅子上 跟着鞋子 我说实话 我还 我搁美国 我脚自己心够大的了 我搁门口 这陈 陈济阳就背冲了 那个包 离楼远了 跟我点儿唠嗑 我就跟着时不时候 瞅眼 你别谁一走一过 给你拎走了 我就是 我跟陈济阳 不能 哎 我就是 你这么大人了 你也不是傻子 你为什么跟我说不能呢 你怎么这点心 你都不长呢 我最后 我反复 我一想想 真是 你跑哪去 店家有店家监控 那个商场有商场监控 出去 出去监控 哥们你往哪跑啊 你敢拿吗 我放着你敢拿吗 是不是 我挺紧张 但是你看 你跟评论区打电话 其实挺好 打的 没事 不用这么防 这边美国人少 你这个 我告诉你 这是脆裸裸的启示 你以后少说这话 你少说这话啊 你让咱显得好像咱家多不好客 似的 我今年的目标 是让全世界都上 都上国内溜达溜达 你这么你唠这壳 你有点 你有点不好客 你有点没拿别人当演了 你有点 这实话 不是 是实话也不能说 是实话你也不能说 你少说这话啊 你拿人不当人了 有点 恭喜那才成为12机动牌啊 你看吧 这个问题就是啥呢 你的老百姓体验这种生活 就是体验的这种生活体验 你就没办法像国内一样 感受到这种便利 安全 放心 发达 你就感受不到这种 那你作为老百姓来讲 我生活最基本的 你看啊 我这边堆了一大堆衣服 堆了一堆衣服 没洗的啥的 你可以打个电话 洗衣服的能上门的 给你把衣服收走 到时候给你运板针的 给你拿回来 咱别说花多钱 你跟美国花多钱 有这个服务我想知道 不是宾馆的啊 就是有这个服务 你怕不怕丢 丢了以后就是说 他还认不认账 你少不少一件 这我都听起来 我就挖都疼 就你跟美国 你根本不用心 你享受不着这个东西 所以真正的便利性也好 啥也好 这个生活 生活这个 这个 这个 发达程度 是在这体现的 你 你说 你老讨论 就是一些 就是咱正好 把话题扔出来 今天我们可以讨论啥呢 你认为一个国家先进 也好 啥也好 它应该怎么体现出来 它如果不体现在 老百姓身上 它光先进 说啥呢 所有人过的都跟印度 是现实都吃 我选大饼光光的 那大黄泥地露面 把板有马路都没有 没点 一点好吃的没有 全是大饼 卖多 他说多钱就多钱 伪生条件 要一点没有 一点给不了 他就是真先进 他能发 他能就是说 能往火星上去移民 他又能咋的呢 这个先进 你不体现在 老百姓的民生上面 你体现这体现那 我有现实 我有刀枪包 我有二体友 我有罩 我有魔术手电 你有啥 你体现不在生活上 这个先进的意识 啥 你催人家干啥呢 你治安环境 社会环境 你全都体现不了 你家孩子上学 出去了 就是认到了以后 你让孩子自己走上学 你敢不敢呢 还能怎么的 还能 跟你个国内 怎么的 还能 谁给你来 过了一个大汗光 还扛起来跑了 美国对小孩 多重视 美国校车 嘎嘎街 是跟坦克 他不治治安 好的地方 用跟坦克似的吗 我说不好听的 刨除交通意外 来讲的话 我就放个厂盆 怎么孩子 能给你扛 扛跑了 怕缺零件 我跟你们讲 你们说怕缺零件 怕扛跑了 小孩的这种 就是啥 典型看那种 营销号视频长大的 你们典型 就看营销号视频 就煽动你 这个大地 你大马之后 你见过吗 这招人都有概率的吧 你见过吗 就是我告诉你 全国上下发生一起 那就得是长时间 一个月的热搜 甚至引起大家 不断的反思 我们不禁要反思 我们的社会怎么会 铁子你呢 要扔美国 美国可能确实 是不靠小孩 这个东西 因为啥呢 人家这边不用绑 人家那边自愿 给你送萝莉岛去 给你孩子送萝莉岛去 他这个完全靠自愿 他不用绑你 就这个 这个你 你没法想象 你明白 这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们是有一点瑕疵 来来来 给他放大看 你说你说完美吗 不完美 你说大头一眼 说你还吹完了也混 你说那么 你说中国完美了 不完美 不存在完美的地方 但是啥 我们的一点点瑕疵 感谢猫王热气球 我们的一点点瑕疵 会被这帮驴马烂 无限放大 甚至不 不禁引起深思 引起反思 值得我们就 就巴不得 我们都从活都得了 跟美国这种 正常 外卖送不着俩实 你这退 不退你五刀了吗 核易民币 那都三十度 还咋的呀 我饿三小时 我花九十刀点外卖 他退我五刀代金券 我现实差你五刀吗 我当时 你知道当时 给我打的 我只是说 他给我退五刀 你就接受了吗 我没接受 我当时就这么说的 我说你们 就你们 就你们这些货 你都说 你抢不过那些 那个大的外卖软件 你咱俩说话 有没有录音 我当时这么问他 我说咱俩说话 有没有录音 有的先生 有录音 你把这段录音 给你们公司高层听听 来你们那些驴麻烂的 什么CEO也少 啥也好的 这个小公司本身不大点 低了 你能跟着脑瓜子的 一人给我坐 坐这三小时 到饭点 不行吃饭 我一人给你们退十块 Double还给你 能不能干到 给你的公司CEO 投资的 投资人员 技术总监 项目的什么 辣马锡 全都叫的 所有人在这 到十二点吃饭 所有人给我坐到三点钟 谁也不行吃 一人给你们掏十块 掏二十 四倍还给你 能不能做到 恶不欲己 恶失于人 对吧 堂山打架事件 能闹得全国沸沸扬扬扬 我们咋地的 我们不禁要问了 能对女生咋地 光天化日咋 你到美国 你去看看去 开个车抄你车 这边扒低了 就是哥劳克 帮帮帮给你抱头了 你咋说了 老百姓有必要宰自由 你这不纯扯淡的吗 那不纯纯 是没给外面待过吗 我这现在很多东西 回来以后 我在回来之前 我在美国待着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知道大家的立场 但是我也知道 我说的是这么回事 但实际上我理解不了 为什么这两个东西 有什么联系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 就外国这个东西 确实不好 国内东西确实好 但为什么国内好 国外不好 为什么这个方面 国内体现的非常差 对吧 我现在回来以后 深有感触 就是很多层面上的事 就是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说 它能解决 是时间或者解决 或者怎么的 我们所谓的弯道超车 奠定 就是很多东西奠定了 非常大的一个基础 首先我们一副被抬了 一副还能被抬 干的 对面大事 大事不到 我没看着什么大事 就是能聊的 咱们能聊的话题 有一些东西我聊不了 你们别赖我 能聊的我奉陪 好吧 你们可以上巴拉巴拉 找我点卖 我现在马上就要输出完了 还剩五分钟 就到十一点了 咱们就开始说正事 好吧 就是我现在开始越来越能理解 为什么国内有些人觉得 实际上我告诉你 如果一条路分两边走 一定有人选左 一定有人选右 选左选右都不是终点 都得继续继续进来 我们在历史的节点上面 选择选右 很多人说你当时就选左好了 当时选右好了 你可以回头说这东西 选右有选右的 单独属于他能享受到的风景 选左有选左的 他能享受到风景 选右选不着的 两边他其实都是 都是一种选择 而选到最后 我们讲相对来讲 看起来哪个好 这个东西就看你从哪个层面了 你是正常老百姓 你要体验治安的吧 你要感受这个东西的吧 对不对 你像我在美国 英嫂开车回尔湾 我游着晚上隔着 大家十来年钟 前几十二点回到尔湾 英嫂开车回尔湾 我总要问一下 道没道 会不会有什么 意外的吧 晚上你 我妈晚上十点钟 想出去 上马路上走去 遛狗去 这个危险系数就太大了 这个危险系数就太大了 你就当 国内怎么出去遛狗 有啥危险系数 刨除交通意外危险的话 治安风险用考虑吗 不用吗 你在国外你不考虑吗 那巴不得你电话得开着问题让他走 那我妈也不信呢 哎呀哪有你一天竟吓唬我来六七年了 那天我妈我回来之前 我妈我不跟你们讲了吗 老黑就跟着他 后来那个大干帽 那个车司机看的不对了 中公交车自己出去了 那个司机看不对了 包大干帽 大干帽来了以后就问我妈 咋的我妈也没啊没事 那直到害怕了 那是没事 发生跟没发生 就差这个结果上 你大干帽来了没发生 就是没事 大干帽未来发生了 那就是有事 有事你就没有再机会去感受什么 下回怎么怎么着了 对不对 别给评论取向来了 现在咱们这个观点跑完了 我说国内的现在的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发达程度 这个发达程度 不一定 你们要讲说单独什么军事上面来讲 这个拿下 就确实是有点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是跟着人家这个玩法走 甚至暂时 你比如说超越 他玩他都不让你玩 这是确实是有的 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发达 是应该体现在老百姓生活上 人民活成啥样 对吧 你不能说天天一大帮人出去 零元购是扎地 这就发达 如果说体现在老百姓来讲 美国他根本就没办法达到这样 他连装摄像头都不行 第一环节 装摄像头都不行 大杆帽本身司法分家 咱们家大杆帽就为人民服务 来了以后还给你判断 你的毛病 你的毛病 还得给你断事 美国这边不断事 来了以后打不打坏 坏了上医院 要不你俩再做的话 你俩给你俩拘留起来 各自交保时金 我不管你俩谁对谁错 你不用说那个 你俩都抓起来就完事了 这是完全两个层面的东西 摄像头不能装 治安就好不了 你摄像头装了 治安好了 大杆帽也不管你这东西 这是体制问题 那你这个社会 这些东西包括 跟美国三点多亿人 多少亿的枪啊 对不对 你不这玩意好吗 你有当有一天 大家都有的时候 这就 这道高一尺摸高一丈了 咔了还是咔了 咔了横咔了 咔了横守恒定律 这叫 明白吧 你要说你有个这玩意儿 别人都没有 那叫咔了翻身 对不对 你要说你有 大家都有咔了守恒定律 你有大家都有 你也还是咔了 咔了横不变 这个池不会游泳 到那池子一样淹死 道理是一样的 那我这么问题就来了 感谢大头皮皮的阅读会员 那问题就来了 他如何才能把这个社会 上升到这个高度呢 对不对 怎么能上升到这个高度 那我想 我又想问 催的催啥呢 对不起 好